西贵妃吉祥 起来吧 贫妾方才经过宁辉堂 见太监们正奉旨 将宁辉堂的和欢尽数砍去 说是皇上觉得 深秋和欢落尽 惹人烦艳 皇上连这和欢花都不肯留 那些和欢花 是王爷十五岁时先帝所赐 意在王爷年年如意 岁岁和欢 不过皇上的旨意很对 人都不在了 何来岁岁和欢啊 看来也好 贫妾知道娘娘不好说出口 也不能说 便替娘娘说了 说什么 那些和欢花 是册封西贵妃之事 她送你的贺礼 因怕你夜夜为此心痛 所以贫妾 便说是自己夜不安昧 须留和欢烹煮疗养 还好 皇上同意了 要人把那些和欢 移栽在贫妾宫中 多谢你 那就别轻易放过她 不急 山人恭祝皇上 万寿无疆 为贺皇上万寿节之喜 山人与师弟又研制出金丹两丸 特奉献给皇上 算你们有心 只不知 这金丹服了 是否真的能让朕万寿无疆啊 皇上的气色看起来 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臣妾日日陪在皇上身边 也觉得皇上 龙马精神更胜从前了 那就好 皇上服药过后 不宜太劳累 万望切记 那朕就搬到圆明园去住 少点规矩和麻烦 娘娘 微臣有一事禀报 宁贤娘娘 近日问微臣要朱砂的次数 越来越多 皇上表面上看起来 精神尚可 实际底子里 已经是越来越虚透 太医院其他太医 诊出什么没有 这是慢读 诊不出来 那就好 宁贤跟你要你就给 反正本宫 从未听过这些话 从未听过这些话 这微臣明白 一会儿你们陪本宫 去九州清宴看看皇上吧 给西贵妃请安 您听久了也无趣 你们想着热闹 那不如 咱们换一个玩儿怎么样 皇上 臣妾和妹妹猜迷吧 就是啊 皇上听说 谁在里头 好 朕听说 是两位答应小主 白房子 红帐子 里面住着白色 那本宫明日再来看皇上吧 皇上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了 皇上自以为精神焕发 是皇上 你是太医院之手 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 不要叫皇上 在心宠救欢之间 觉得力不从心 娘娘放心 这些东西 源自梨妃 宁贫用起来 得心应手 皇上 受用得很 提醒他小心就是 嗯 这 皇上 咱们再猜一个 别的名语怎么样 哈哈哈 感谢观看 有几个时辰的折子呢 红叶和灵溪呢 公主到静贵妃处 跟龙月玩去了 六二哥跟着盛俊芒福进 在御花园玩呢 有几个时辰的折子呢